民间发起的2020冬奥证明公投 向选委会递交了公投连述书 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到市议会总质询 也被问到相关的问题 柯文哲说民间发动他必须表达尊重 不过他也提到大陆对台湾的打压会越来越强 最差的情况是台湾不能够参加东京奥运会 柯文哲表示 接下来在大陆方面一定会有部分的反制手法 他预期最差的情况可能运动员会受到影响 台湾不能够参加东京奥运